我等著你回來 準備好了嗎? 開始了 什麼?你害怕嗎? 我還沒害怕 你害怕什麼? 生人不生膽? 坐定定在那裡 聽我說故事吧 相傳祖師爺老班 曾經寫過一本叫做老班書的奇書 在舊社會的民間 差不多個個都聽說過這本書 但是裡面具體寫了什麼 就無人知曉 聽過名字 你以為只不過是一本 關於木工的技術書籍 但其實這本書的內容 就非常離奇古怪 甚至可以說得上通天地知鬼神 在民間有些地方流傳說 老班書分為上下兩冊 有些也說分為上中下三冊 而外傳的老班書其實都是不齊整的 真正的老班書全本 只可能流傳於老班門內的的傳弟子 據說真正的老班書 他的上半部說的是一些生活中的小技巧 雖然都是出負人想像 但更多的只是幫助普通人解決生活中的各種小問題 基本上對人的生活是扣不成什麼影響的 就等於是一部生活百科小傳書 但是他中間那部就有些意思了 據說可以和陰間有交流 而他的下半部就更邪了 全部都是一些害人害己的法術 不單止害其他人 連學那個都會被裡面的法術反世 而這一種法術就稱之為老班書的厭聖術 學了這類厭聖術的人 大多數都是喪妻喪子 乃至絕子滅孫孤獨一世的 據說厭聖術分為厭術和聖術 厭能害人,聖就能救人 因此厭聖術也有黑白之分 據說老班書裡有27條關於厭聖術的記載 其中所有用到的物品稱之為鎮物 裡面的方法五花八門 但是也不是全部都是用來害人的 在這27條裡面,其中有10條可以幫助居住者 家宅興旺,甚至家觀盡著 坊間稱之為吉祥厭聖 下面我就來講講這10條吉祥厭聖的具體內容 第一,將一隻小船藏於房屋的斗裡 房屋的斗裡 房屋的斗也是指營柱和宏娘之間 聯繫的那個木塊 如果船頭向入,就會有利於居住者的財運 假如船頭向外則有相反的效果 第二,將一片桂葉收在房屋的斗內 有利於居住者的殼業 第三,將一些米放在斗裡 就會大大有利於居住者的財運 第四,將一棵松樹或柏樹 放在屋裡任何一個地方 可以增加居住者的壽命 第五,在房屋的門口中放一支毛筆 居住者就會變成書鄉世家 第六,將三片連接的竹葉 分別寫上大吉、平安和太平 收在屋頂的宏娘上面 就可以保佑家宅上下平安 第七,將兩個古前反轉 放在屋頭正樑的兩邊 就會令居住者一家名利相收 第八,將一個墨盒和一支筆 收在木坊裡 就有利於居住者的仕途 但是,若然這支筆的筆頭開叉 居住者就有可能被罷免 第九,在牆頭的縫隙裡 畫一個葫蘆 就會大大有利於 從事占卜星相或衣術的居住者 第十,在屋頭的大樑那裡 畫上官紗 在房柱裡畫上腰帶 則有利於居住者考取功名 但正所謂水能在舟,亦能覆舟 厭聖術除了可以令居住者順風順水之外 亦都可以令居住者家宅不靈 甚至照離宏和 這一類的厭聖術 就被稱為制壓厭聖 其中都有以下十條 第一,將一個披頭散發的女鬼圖 收在家裡的柱裡 居住者就會有死喪事出現 第二,將一個細棺材 收在正廳的房柱裡 就會嚇死居住者 第三,將一張畫上圖案 圍繞著一個日字型的紙張 收在大門的房梁裡 居住者就會經常和病在床 第四,在門梁上面 收一隻碗和一隻筷子 就會令居住者家道中落 後代甚至會行黑為生 第五,將一張畫上的 兩把刀圖案的紙 收在門前左邊的房木裡 居住者就會因殺人而入獄 第六,將一張畫上一隻白虎的畫像 頭部向內,收在房梁裡 居住者就會招惹是非 而你那個女主人就會多災多病 第七,將一塊爛牙和一把斷鋸 收在正樑頭的摺那處 居住者就會架破人亡 第八,將七口釘收在梁柱的內孔裡 家宅的人口就會永遠保持同一個數目 如果有添丁或取媳婦 其他人丁就會離家或離世 第九,在門縫的合縫中寫上一個囚字 居住者就會有牢獄之災 第十,在門蓋地上 埋一把纏著頭髮的刀 居住者的男丁就會有出家的可能 以上所說的都是流傳於民間老班書的記載 當中的內容或真或假 大家聽下就算了 千萬不要亂試 否則,分分鐘會被反誓 唉,我都知道你很害怕的了 來來來,讓我開一下 不要走雞 唉呀,明晚繼續跟你說